猎狗这次被狮子逮到了 直接被锁喉 他发出凄惨的哀嚎声 想让同伴过来救他 但毕竟狮子已决定对他下死手 这时 他明白现在能救自己的人 只有他自二几 这时 猎狗的惨叫声渐渐的微弱 最后 没了声音 他双脚发直 然后慢慢的垂下 狮子这时想 你这个臭东西 送上门给我 我还怕拉肚子不敢吃呢 狮子看猎狗全身软绵绵的 倒也开始觉得无趣 甩甩他看他没反应 再用爪翻翻他 也不动了 他想 这臭东西该挂了吧 于是 狮子不感兴趣的离开了 可以仔细看 其实 这只猎狗还在偷偷的呼吸呢 不一会 这猎狗慢悠悠的站起来 慢慢的离开 他想 笨狮子 太嫌我臭 连我在装死都看不出来